孩子出国留学是选择加拿大还是美国呢 咱们今天从多维角度进行分析和对比 大家好 我是加拿大支牌移民顾问师鼎四 这里是Real Canada 有料加拿大 我给大家分享 加拿大的移民 留学 生活 教育等方面的资讯 也欢迎大家来跟我做交流 美国和加拿大因为拥有优秀的教育资源 一直都是很多小留学生和家长们的首选目的地之一 但是对于小留学生们而言 美国和加拿大选择哪个国家更合适 这两个国家的教育体系有什么不同 我们今天就从多个维度来比较一下 这两个国家的教育 如果你要喜欢我的分享 请点赞加关注 另外市井四还给大家送上大礼包 那就是加拿大移民的全套资料 大家可以看屏幕上的提示来向我领取 美国和加拿大 虽然都是小留学生家庭的热门选择 不过这两个国家的教育模式 学习的环境乃至签证的申请方面都有诸多的不同 总体而言 加拿大的教育体系对于小留学生 从入学的要求和毕业的选择方面 都会更加宽松和友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具体谈一下 首先就是入学的公立学校的条件上面 美国有公校和私校之分 但是美国对小留学生入学的公立学校是有限制的 根据美国的要求 持有F1学生签证和M1短期学生签证的小留学生 是不能入读公立幼儿园小学和初中学习的 而大部分付美国留学的小留学生 申请的都是这两种签证 所以这也就意味着 这些小留学生只能进入私立学校就读 而加拿大就不一样了 加拿大所有的公立中小学都招收留学生 那小留学生是可以入读本地的公立学校就读的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加拿大的公立学校的入学要求是比较低的 如果小留学生呢 想去美国进入私立的K12学校进行学习 必须要通过托福考试或者雅思考试 那一些私立的学校还有可能要求其他的语言要求 和中学录取要求SSAT 这类似的考试 SSAT考试呢 是针对申请北美私立学校和学生进行的考试 选择上而言呢 加拿大的公立学校的小留学生是不需要这些成绩的 那对于高中学生 当地有一些公立学校 虽然对学生有一定的应用水平的要求 但在申请时候 你可以不用提交你的托付或者雅思成绩 那还有许多加拿大的公立学校 要求学生提供ESL的成绩 那么也要求他们去上这样的一些课程 但这些课程的语言的难度就没有那么高了 小留学生是可以通过ESL的这种考试和普通课程 相结合的快速方式呢 结合的方式呢 来快速提高语言的水平的 第三条 那就是加拿大学习花费 相对于美国较低了 2021年呢 美国全国2万多家私立高中学校的每年的学费 多在8000到3.3万美元不等 而所有私立学校的学生 从幼儿园到这个4年中学后的学习的平均学费呢 是在接近30万美元左右 那相比之下 加拿大的学习花费就要低一些了 那根据加拿大教育局的官网统计啊 近些年呢 在本地上中学的小留学生 每年的学费大概是8000到16000价币不等 这要少很多了啊 第四条呢 那就是大学申请 没有特定的限制 小留学生如果在美国上完高中之后啊 申请本地的大学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但是根据美国颁布的这个10043号总统令啊 也限制了很多 来自咱们中国高等院校的留学生的 理工相关专业的申请 这对小留学生也同样有影响的 但如果这个事情放在加拿大 小留学生高中毕业后 在选择大学或者专业方面 就不受对应的限制了 而且部分的省份呢 还会为当地学生提供择校的便利 而且相比美国而言呢 在加拿大读工校的小留学生 毕业后也更容易拿到工作签证 以及通过所在的省份的审提名项目 成功办理移民的 第五条呢 就是这个签证是否支持陪读了 如果小留学生是在美国念书 家长陪读就可没那么容易了啊 陪读的家长呢 往往是使用旅游签证入境 一次最多只能待六个月 之后便要回国了 那平凡来往于这两个国家之间 是非常便利的 那加拿大的签证政策呢 是给了加拿大很多便利 家长是可以办理多次往返的TRV签证 一次可以在加拿大停留六个月 超出这一时间之后呢 还可以在加拿大政府官网上 续签一个叫Visitor Record 访问者记录 停留的时间可以延长两到三年 由于加拿大呀是非常注重人道主义的国家 如果孩子已经拿到了学校的这个学习许可 家长办理陪读时的签证呢 被拒的可能性非常的小的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分享 大家如果对加拿大的移民 留学有什么想了解的 欢迎通过留言或私信来和我联系 我们还给大家送出一个大礼包 加拿大移民留学的全套资料 里面有加拿大移民各个项目的项目介绍 打分表警觉职业语言要求等等 大家可以看屏幕上的提示来向我领取 我们下一期的有料加拿大 再见